大家好,我是大叔饿斗 很多人炒西兰花之前喜欢焯一下水 这是因为菜梗的部分不容易熟 但是焯水呢,会让西兰花损失一部分的营养 而直接炒,又很难把菜梗炒熟 今天给您介绍一个不焯水的好办法 特别的简单方便 这样炒出的西兰花特别的好吃 连菜梗都非常的入味 即便是不爱吃新菜的小朋友 也会喜欢这种做法 首先,我们用剪刀 把西兰花一朵一朵的剪下来 接着,我们把这些小朵再剪小一点 我们尽量让每一片大小都差不多 这样方便后期的入味 根部这一大块也别丢了 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我们用刀小心的切去外皮 把它对半分开 然后改成小片 全部切完后,倒入一个碗中 加入适量清水 简单的瓢洗一下,就可以了 洗净后,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真正能清洗的,是菜花的部分 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倒入全部的西兰花 然后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要完全把西兰花没入水中 朝碗里面 加入两小勺食盐 加入一大勺面粉 然后用手抓洗一分钟的时间 让食盐和面粉完全溶于水中 西兰花的菜花又密又紧 会附着一些虫暖 用盐水浸泡就能轻松的去除 而它缝隙里面的灰尘和杂质 直接洗是很难洗干净的 利用面粉的吸附能力 也能轻松去除 不过清洗完成后 我们还要浸泡15分钟的时间 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接下来准备一个西红柿 我们用开水把它烫一下 再打上十字花刀 就可以轻松的撕去外皮 然后把它对半切开 用刀挖去地部 再改刀切成小丁 最好切细一点 方便炒出番茄汁 全部切好后 放入一个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红椒 我们把它们切成小块 这个主要是起到一个配色的作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 我们炒碗中打出三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再放一旁备用 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改刀切成蒜片 西兰花和大蒜的味道很相配 准备一小块曲皮的生姜 改刀切成姜片 把蒜片和姜片放在一起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西兰花也泡好了 大家不然发现 这个泡西兰花的水真的是特别脏 我们用流水把西兰花再清洗几遍 这时的西兰花就真的特别干净了 准备一口蒸锅 水开后 我们把全部西兰花放入蒸架上 切好的菜梗也一同倒入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 煮气蒸两分钟的时间 把西兰花蒸熟蒸透 等待的时间 我们调一个料汁 一个干净的小碗中 加入一点盐 加入一点糖 加入小半勺白醋 加入一点蚝油 加入一点生粉 最后加入小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后备用 两分钟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 把西兰花取出来 迅速的倒入清水里面 让它们快速的降温 这样可以避免西兰花变色 完全冷却后 再捞出来沥水备用 起锅烧油 油热后 倒入鸡蛋液 鸡蛋液预热会膨胀 先不要动 等它们溜温凝固后 我们再用勺子 把它们迅速划散 成为大一点的块 然后添出来备用 这样炒出的鸡蛋 特别的嫩滑 我们不换锅 就用锅中底油 倒入姜片和蒜片 爆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全部的西红柿小丁 我们一边炒 一边按压西红柿 把西红柿炒出汤汁 然后倒入西兰花 以及红椒块 快速的翻炒几下 接下来 我们倒入提前准备好的料汁 开大火收汁 等汤汁减拌后 我们倒入鸡蛋 再翻炒个十几秒 让所有食材都包裹上汤汁后 即可起锅装盘 这样一道蒜香味十足 又略带一丝酸甜味的西兰花就完成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又漂亮呢 西兰花这样做 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而且包裹上香浓的芡汁 非常的入味 鸡蛋更是嫩滑多汁 回味微甜 这种茄汁酸甜口的西兰花 不管是大朋友 还是小朋友 或者是国外的朋友 都会喜欢这样的味道 我家不爱吃新菜的小孩 都能吃上一大碗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